《二十香港經濟日報》,梁振英,爭取《深港通年內開通》 2015年7月10日要問A. 十梁泳斯長軍洛特首梁振英指 近日內地和香港股市下跌,很可能影響香港的實體經濟 對香港經濟面臨的風險不能掉以輕心,發展經濟是迫切工作需要 梁振英亦表示,會爭取預期在今年內《深港通》 又只會跟中央相關部門,繼續爭取香港作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的雙總部之一,指跌市或影響香港實體經濟近日股市波動 梁振英作出席立法會最後一次特首答問大會 在開場發言中提及經濟問題時指,跌市很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香港實體經濟 並指希臘是否脫離歐元區與否,後遺症的嚴重程度和波及面 都不能忽視 他強調,要馬上掌握機遇,不能蹴跎歲月 更重要的是減少內部阻力,放下無憂子的爭拗 盡快做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工作 對政府和立法會來說,都已經不是口號,而是迫切的工作需要 更是市民的期望,旅業在警號防聲譽再受損今年首五個月的訪港過夜旅客數字 較去年同期跌3.1% 今年6月的初步數字,總體訪港旅客人數亦較去年同期下跌2.9% 梁振英形容,旅遊業響起警號,必須防止香港作為旅遊城市的聲譽進一步受損 而中央政府日前年翻出照舊時下,股票市場仍大幅波動 經民聯林健鋒問及,如何將香港金融市場的優良管理制度推展至內地 他亦關注,是否仍有信心,可於今年內開東芯港通 梁振英回應說,會繼續向中央有關部門爭取如期開東芯港通 他並指,過去數天的跌市,說明香港金融市場成熟 制度、法規、政策和措施都完善,能通過測試 反映香港有實力繼續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 同時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國內金融市場 提高技術和經驗,續爭取港城亞投行雙總部獨立議員 這位盡則問及,能否爭取香港作為亞投行的雙總部之一 吸引57個亞投行成員國家或經濟體在港撤總部 梁振英說,有向中央探討過在港撤雙總部的概念 可繼續爭取,他又表示,香港在父母管理方面的優勢突出 但他強調,向內地及下投行其他成員推介香港時 要揚長避短、吹吉避凶 除了提優點外,亦要避免被競爭者舉出缺點 包括要維持社會秩序,防止再出現佔領運動 他又指,土地問題亦有關係,因即使決定亞投行在港成立雙總部或分支總部 香港站都無法一下找到土地作相關發展 且如雙用物業租金高昂,亦則外外資在港撤總部的意欲 雙用物業租金高昂 利便在華在港、ärtän健康會檢測 雙劍貴抨